加油了 爭取接下來是四分鐘的 總答題時間 依止遞減越來越少 要拿搭獎的機率幾乎等於0 公縮 這樣就公縮了 真的 是我不好 我不要用這樣的言論的方式 來 加油 我們第二題喔 OK 四分鐘也是很充裕的喔 好 這樣可以 那我們看第一個提示好不好 好 好 請看 還好嗎 他猜的是人還是一件事情 最強孕婦帶來第一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 看十秒 請看 第二個提示 冠軍大叔 那個是誰 最強孕婦又是冠軍大叔 你有答案 我覺得 應該是 所以那個大概是那部電影的名字 施速列車 對 因為如果是孕婦的話 他就會講那個女生 就是女演員的相關啊 所以我想說這兩個鬥在一起 比較有可能應該是 施速列車 答對了嗎 掌聲給你們答對了 你好棒喔 真的喔 這個 該不會最後剩我們兩個嗎 有 離開我 對不起 我先收回我剛剛前面的建議 那個陳慕容跟彥均 可以的話一起玩好不好 沒有 朱欽妮 馬上進入我們 九龍格獨列賽 恭喜這位媽咪 淡江大學法語 兩個孩子現在最大的是上小學 對 一年級 一年級 當你還是都上小學 就知道你有好空閒好空閒的時間 那時候你就會想生第四胎了 你說你嗎 有啦 那你出來要幫我養喔 我沒有說好這個事情嗎 沒有說好對不對 我才不要生呢 可惡 為了你特別準備的一些提心 希望你喜歡 來 請 請出示她的九宮格的提心 朱欽妮的九宮格提心分別有 媽媽崩潰幾點鐘 國小生學比話 生男生女誰決定 看韓劇求考運 天生黑眼圈 想離婚辦不到 葡萄酒天天喝 趁於此臉翻一翻 你們提心很妙耶 當然妙 因為這邊妳還是最多 所以媽媽崩潰的機會 妳對妳的機會比較多很多 我覺得 當然是跟我越久越好啊 就是 黑眼圈跟了我三十 快三年了 所以我就選天生黑眼圈 天生黑眼圈 四分鐘時間請倒數 請出題 題目史 根據日本專家指出 形成黑眼圈的最大原因為何 A 睡眠不足 B 血液循環不良 C 飲水不足 我選B 血液循環不良 請鎖定 C 只花了十三秒的時間 這個滿專業的 事實上要快的話 搞不好就不到十秒鐘 其實他剛剛還沒唸完 我想選 但我怕打擾他 我可以打擾他嗎 不行的了 你要聽的話把C唸完之後 你可以幫他警戒說我鎖定 對 可以 這樣可以 當然可以 我鎖定B 對 這樣 請介紹 是不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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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根據日本美容專家表示 其實黑眼圈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血液循環不良 那其實這個 如果你不好好改善它的話 可能還會造成眼周附近 會有色斑 甚至容易產生皺紋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黑眼圈的話 也可以常常的溫柔的 去按摩你的眼周 不要太大力 否則也容易會拉扯出皺紋 你可以促進這個 附近血液循環 就可以放鬆緊繃的機種 非常好 再選一個第二名 我小生學筆畫 我小生學筆畫 教你還是寫字 辛不辛苦 我覺得要求他們寫正確的筆畫 比較辛苦 筆順 對 因為像口的話 我們會寫一 二 三 他們不會 他們就這樣 很簡單 可是 對 不能一直打人 不能一直打人 但是老師就會考慮說 這個字的第八話 是哪一個筆畫 或者是有四個選項 然後哪幾個選項的筆畫 是相同的 請你選起來 OK 那如果你是用 胡倫吞澡的方式寫的話 通常會那是一畫 對 他就會覺得那是一畫 太難了 所以筆畫筆順都很重要 對 有時候都很想要 他會按字自己的手這樣 請出題 音樂 這個 一筆畫有幾個字 我覺得應該 我的答案是A 來 請鎖定 真的只有兩個M嗎 光一就已經是一個字了 另外一個什麼 嘉義餅丁的以呢 也是耶 你好聰明喔 以很像是一畫耶 真的耶 一很像是耶 但我剛剛就是因為想說 我真的想不太到 所以我覺得就選 最少的那一刻 起 起頭 好棒喔 厲害喔 就是因為我們想不到 所以我們還要感謝自己想不到 一跟一 這邊就是一跟一耶 對啊 不用說明了 很簡單喔 就這兩個字 再一天就拿到 一萬的智慧新幣了 來 選一個 我覺得 媽媽崩潰 好 媽媽崩潰好了 只有妳最有資格說 媽媽崩潰是幾個 我每天都崩潰啊 無時無刻 任何時 不是 妳那兩個兒子 因為太活潑了 太活潑了 我都不好意思帶到人家家去 你知道 人家說 把小孩帶來一起同歡了 你帶去啊 帶人家整個 鎖在後院就好了 因為是狗 是不是 很可惡 媽媽崩潰幾點鐘 請出題 根據英國調查發現 現在媽媽每天 最崩潰的時間點 是什麼時候 A 早上剛起床 B 下午晚餐前 C 晚上小孩睡覺前 我覺得妳都會 我覺得A 我鎖定 請鎖定 A 早上剛起床會崩潰啊 因為早上叫小孩起來 很崩潰啊 人會有起床氣 對啊 可是 教不起來會更氣 對啊 可是 小朋友睡覺前 太開心了啊 趕快把他們放鬆 我覺得不是A 正假的 這邊有兒童的 妳知道幼稚醫師 他很常被諮詢 慕容先生 早上剛起床的時候 爸爸媽媽心情還是很好 還是充滿一點朝氣 累積了一天 我其實也跟誠哥一樣 才吸眼 我也覺得 小孩子上床前 什麼事情都可以脫作業 沒寫完刷牙沒刷 上廁所還要穿衣服蓋背 很煩 而且媽媽 會讀床編故事 不是也要 因為妳還沒生 還有這種幻想 妳會發現妳練完兩本以後 她還沒睡 對 選擇了起床 還是睡覺前 請介紹 答錯了 答案是什麼 我們現場竟然沒有人答對 來 請說明正確答案 正確解答就是 逼下午晚餐前 雖然有小孩幾乎是 全時段都覺得很崩潰 但是研究指出 其實一整天下來 媽媽最崩潰的時間點 就是下午的 因為這個時候 小孩剛放學回家 然後又要吃飯了 可是通常小孩一直 很難管得動他 叫他吃飯又不吃 叫他寫作業也不寫 所以媽媽就會大抓狂 最崩潰的就是這個時候 厲害喔 記得 五點五十五這樣 英國的 這是英國的喔 英國的 不是英科的喔 是英國說的 五點五十五喔 這麼準確喔 好厲害喔 很合理 其實他這樣解釋 也很合理啊 好像是 沒想到我跟慕容現在都錯了 慕容現在 插這一題 你看多可惜 你跟柯林先坐在一邊 看一下拿獎嘛 好吧 第一個提示請 紀念印章 第二個提示請看 來 妳想說什麼啊 朱婧怡 兩個字 Lidia 柯念軒 嗨 如果他答對的話 今天我就打死你 沒有 真榮幸啊 我沒有按到耶 已經發瘋了 他有按到 期待答對沒有 都是答對 很好 朱欣怡 很好 朱欣怡 果然沒有辜負我對妳的期望 來 進行朱欣怡的球員 恭喜 朱欣怡同學 來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畢業 請看一下你準備面對的題目吧 嬉皮笑臉的請看 來 量身打造的朱欣怡 第二次回鍋 媽媽會洗衣 兒童安全座椅 最近正在考慮要買一個 對 注音比人強 講的實際是你孩子的作業 這樣陪著他學注音 麵條小蜜蜜 香菜好處多 但是你就是不吃 對 韓劇教你的 求考韻 因為你不追韓劇嗎 對 養生紅酒 平常會喝一點 貓咪發臭 你有養 我們在養三隻 都是很深刻的 對 都是圍繞 對 不了解 感覺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不要這麼說 那我答一題就下去了好多 好不好 好不好 要急 不要給自己壓力 來 從哪邊開始 我覺得從 安全座椅開始 好 兒童安全座椅 請出題 三分鐘到處 我的答案是 A四歲 請鎖定 妳怎麼會猜四歲 因為我小兒子現在三歲 然後我在開安全座椅的時候 他好像有一個規定是說 有什麼提籃嘛 有分那種嬰兒要用提籃 然後 要大不小的孩子 像我兒子那種 要上幼稚園的 好像是什麼 四歲到十二歲 還是體重超過幾公斤的話 一定要用安全座椅 所以我記得應該是四歲以下 我記得好像是 切以介紹 希望你是對 這樣子 我真的記得是六歲 在台灣四歲以下 然後體重在十到十八公斤 之間的幼頭 都必須要坐在兒童安全座椅裡頭 那麼如果是四到十二歲 那體重數已經是在十八到 三十六公斤的話 就建議爸爸媽媽要讓小朋友 坐在後座 並且要幫他細妥安全帶 好的 開始 第二題 加油 香菜好了 韓劇好了 韓劇教我的 求考運 請主題 台灣考生會吃粽子 來增加烤區域 那在韓國的考生 會吃什麼食物 來增加烤區域呢 我的答案是 年糕 年糕 請主題 是像豆腐機那樣的嗎 辣草 還是辣草年糕還是 其實我有在考慮A跟B 因為我知道他們生日 是要吃海帶湯的 但是我忘記 是不是那個 就是關於這種好事 因為好事算是重要的事情 也是海帶湯還是年糕 有點忘記 但醃蘿蔔感覺好像不是 所以我猜年糕 他猜對了嗎 來 請 接下 恭喜答對 我也有機票嗎 好 年糕吃起來黏黏的 那這個年柱呢 在韓語裡頭它的音是非常類似 是考試考中及格的意思 所以有這個非常幸運的含義 考試前就要吃年糕 但是呢 雖然生日的時候 會喝海帶湯 但是考試前 絕對不能喝海帶湯 因為海帶呢 喝起來咕嚕咕嚕的 代表著你考試的時候 容易會零落孫山 一萬在巷子口了 好 來 我選注音比人強 注音比人強 好 看有多強 請 主題 中文的注音符號總共有幾個 A36個 B37個 B38個 有人現在才在算啊 有人現在還在算啊 不知道你們 37個 我的答案是B37個 請說例 他由生母和育母組合 對不對 生母跟育母 對 還有戒音 戒音是什麼 戒音是什麼 中間那個 伊烏玉 多好的孩子 生母在上面 還是育母在上面 生母在上面 育母在上面 育母在下面 押育嘛 307個 多明明你算完了沒有 我剛剛算到34個就卡住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少了哪一個 我女兒還沒讀到這個 32 歡迎妳有算出37個嗎 我算38個 真的假的 漂亮喔 37個 請揭曉 就錯了 對啦 送分題 聽到好不好 對啦 恭喜得到一萬元 非常好 來 第四題 麵條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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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題 麵條為了要增添口感會加鹽 但是吃太鹹容易會離範高血壓 請問下列哪一種麵條的含鹽量最高呢 A 寬麵 B 拉麵 C 細麵 我的答案是C 細麵 請鎖利 為什麼 為什麼 那麵不是越寬加鹽越多嗎 拉麵又要有筋道 拉的這樣子對不對 要有彈性 那不是要加很多的鹽嗎 增加它的筋性 我不知道 因為我記得 我把細麵 就是麵線歸在細麵裡 可是我記得麵線那種細麵 好像加的鹽含量都還滿高的 麵線 麵線是 對 所以 可是麵線跟麵條一樣嗎 好像也不太一樣 我只是想說 我記得寬麵跟拉麵 我吃的都沒有那麼多 人就是這樣 拿到了禮物之後 那態度就不一樣了 來 我也是有在想 但是我感覺好像細麵會 鹽含量多一點 請介紹 我猜的 我真的猜的 來 告訴我們大家 我到底有沒有常看到 我覺得我有點 要起飛了 記得 剛才有人起飛折返 那你先答應我嗎 你冷靜一點 我的英文名字叫衛斯理嗎 好 通常要讓麵變得更Q彈 裡頭就會加大量的鹽巴 你知道嗎 像是一百公克的細麵 其實它的鈉含量高達了 五百六十九毫克 還有一些東西 也都是隱藏版的高鈉食物 而且看起來很健康 像是白吐司 蔬果汁 還有這種運動飲料 都是看似健康 但是鈉含量高的食物 來喔 再兩題 一定把你送去長灘 就算沒有長灘 也把你送去沙灘好不好 來 第五題 我選不熟的香菜好了 這不熟的你還選哪 你瘋了 來 香菜好處多 請主題 香菜好處多多 請問吃香菜可以抑制 哪一種病的症狀呢 再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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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每一題都猜的啊 我不會啊 我應該不是說 氣不氣人 他走到這裡 他每一題都猜著 你看 聰明 氣不氣 不是 我有一個 很奇怪的特徵 就是人家跟我講說 那你好好打的時候 我認真想反而錯 他剛剛跟我說時間不夠 你隨便打一打就好了 我就說好... 我就隨便打一打 他剛好猜就我也沒辦法 好 那個病 請 請主 正確答案就是癲癲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那個很多人呢 會怕香菜的味道呢 主要是因為 他對裡頭的一種全類感到過敏 所以吃起來會不喜歡 但是這種全類呢 反而就是要幫他抑制癲癲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機制 因為這個全類呢 會幫助打開我們大腦裡頭的 甲離子通道 跟甲離子呢 做部分的結合 維持大腦的興奮程度 就能夠有效的抑制癲癲發作 今天我們的提示來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台語 刺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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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砲喔 什麼意思啊 刺砲 漂亮了 不懂台語的大概猜不出來了 看看第二個提示 來 請看 這杯 來 東西得那麼快啊 我知道 妳 王妮瑋妳也知道嗎 因為我會吃啊 妳為什麼不按快一點呢 來 朱欣怡 妳的答案是 草莓答對面喔 恭喜 朱欣怡好快喔 手腳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有研究一下那個 就是香港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很愛聽香港的音樂 所以這個就知道 來進行朱欣怡的 中文功勵賽 不得了 不得了 朱欣怡同學不得了啦 好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夢幻大獎 請開門 來 妳應該已經準備了什麼呢 還不錯耶 這很厲害 英俄車妳應該還用得到吧 妳那個對不對 對耶 曾經英俄車那是三萬大獎 好棒喔 但五萬那是什麼 還是教材 都衝著妳來的 妳看到沒有 五萬是什麼 有點看不懂耶 五萬那那是紅酒冰箱啊 紅酒櫃啊 那個起碼可以放個兩箱 好 沒問題 來吧 來吧 來 請出示她的解問歌 功勵賽提醒 請看 看清楚喔 五分鐘的答題時間夠充滿 母乳輕味大好處 這正正是妳最為難的地方 現在正在 對 剛好是妳最為難的地方 聽說有點困擾 求女有撇步 這是妳心想要的 果然求女得女 小孩鬧脾氣 因為三個孩子 她的教育是妳最煩惱的 面食量比妳的 應該算是妳的小 大姑啊 大姑在做面食 做面的生意 對吧 對 建案有明堂 妳們老公在做的這件事情 一年要看兩百間 沒有 看到兩百間 誰看了兩百間 也沒有多少 姐妹讀聖經 剛好妳是基督教的 日本幸運物 每年都要去的 煮菜用個油 常常學習各種不同的料理 對 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覺得 最接近我現在生活的好了 求女有撇步 求女有撇步 就從這裡開始 好 準備請出題 請問什麼樣的男人 容易生女兒 我覺得 B 絕對不會啊 你冷靜一點 要鎖定哪個答案 我鎖定A A 請鎖定 家中姐妹多的人 是什麼 遺傳啊 基因是吧 因為我覺得B 絕對不可能嘛 那智商比較高的人 也並沒有啊 那照理講的話 很多天才都會生女兒 可是並沒有這個 統計說 統計說那個什麼 賈伯斯啊 或誰都是生女兒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應該A還是比較有可能吧 滿好的耶 搞不好應該是對的喔 結果一題就掛了 一題掛妳看看 真的 來 請揭曉 好 今天是男生女呢 當然是跟染色體有關係喔 女生是XX 男生是XY 那這一對夫妻她們要生小孩呢 這時候媽媽提供的是X 那男生的部分呢 如果她提供出Y來 才會生出男生 但是呢 在這個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喔 姐姐妹妹比較多的狀況之下 代表她的X染色體 是相對於Y來說 更活躍一些的 所以在兩個人 發生關係之後呢 其實她也比較容易 會提供出X的染色體 所以就比較容易 會生出女兒喔 來 加油 好的開始 第二題 她裡很多小孩嘛 就選小孩鬧脾氣好了 小孩鬧脾氣 請助理 頭腦科學的角度 小孩鬧脾氣講不聽 是因為幼兒的大腦 像哪個種類的動物 A 魚類 B 兩棲類 C 爬蟲類 我的答案是C 爬蟲類 請說定 怎麼推敲啊這個答案 沒有 我剛剛只是 突然覺得就是 小朋友就是 你看 不管是一歲的 五歲的 吵鬧的時候 是不是都在地上爬 就像爬蟲類 所以我就像誰 不會像魚類啊 就魚類感覺 聽說魚腦...就是比較小嘛 對不對 可是有些小孩很聰明喔 魚腦... 魚油顧腦 魚腦...都不講那個 魚油那是很大的魚 有不會拿布拉魚的油啊 布拉魚耶 什麼叫布拉魚 這是文仔魚嗎 文仔魚嗎 你有聽過文仔魚油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是不是都拿比較聰明的魚的腦 魚油 請出一下你的態度 烏拉魚的油 魚的腦 反正我鎖定C啦 這邊有孩子有兩位喔 來 王妤露講聽一下 王妤露 我不可以在心裡面 默默地做答案 就好了嗎 說 有點難 我覺得可能是兩棲類 對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油進去的 然後出來了可能 出來就變兩隻腳了對不對 有道理耶 這樣能換嗎 我覺得會有那麼一點點 勝出的可能 怎麼樣 看吧 厲不厲害 油進去 對 爬蟲類要再大一點點 可能 快一歲的時候是爬蟲類 青蛙之前是誰 沒錯 很像吧 很像吧 後來再這樣子 對 是不是前面是這樣子 傻傻 謝謝老師 你的答案是 我覺得還是像魚類吧 魚 因為魚的反應可能 我覺得直覺吧 他就是做什麼 他只是直覺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不做什麼而已 他還沒有到 真的在想東西吧 就是還沒有開始 學會思考 適應思考 因為他也沒什麼能力思考 他只有反應快而已 對 也是有可能 好了 有了 前面有一題答對就好了 你應該問 你應該問旁邊 兩位學歷很高的 小福是台大的 對 我們 台大又怎麼樣 台大很 很 博學多聞 對啊 博學多聞 他學瘦的 對啊 他應該問他才對 小朋友不就半瘦人嗎 你有沒有說半瘦人治療 也有 其實應該是 因為之前有看一些 心理的書籍 因為腦我們有分成 就是比較原始的 我們會叫他爬蟲 然後還有看 他講得很合邏輯耶 有沒有 有希望了嗎 我真的有這個文獻嗎 爬蟲嗎 這個不在受益的書籍 是我看就是人類 就是心理的書籍 是不是問台大就對了 真的 心理的書啊 原立文 是這樣說嗎 對 因為其實我們 常常要跟小兒在一起 小朋友在一起 他們常常會鬧脾氣 然後他們對於一些事情上面的 那個情緒的控制那些 在各方面 都還沒有發展得那麼完成 所以其實還沒那麼的成熟 所以比較偏向 我離那些書籍 又進一步了 有沒有 離一萬塊 又進一步了 所以是爬蟲 所以也是這個答案 我認同他的想法 是不是爬蟲位 請介紹 好 這是我們的腦袋呢 還滿神奇的 可以分成下層腦跟上層腦 那對小朋友來說呢 上層腦還沒有完全的發育完成 那下層腦的部分呢 就包含著 海馬蕙 腦幹啊 跟性仁核 而這個性仁核呢 就是在管理我們的情緒的 一個中樞喔 所以呢 當這個 它會比較有一點自我保護啊 或是反抗外界的 這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 所以我們知道小朋友 一旦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們就會大哭 就會鬧 或者是去打人 其實都是比較類似爬蟲類 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上層腦呢 就是大腦皮脂的部分 它才會有同理心 有推斷的能力 那會有些邏輯思考 所以其實呢 爸媽媽在教小朋友的時候 應該要去活化他的上層腦 就是他生氣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主動告訴他說 你這樣做對不對啊 你要想想看 為什麼他會打你呢 你要想辦法活化他的上層腦 才可以讓他不要表現出 比較動物性的這樣子 來 第三題 妳看起來是個有容器的人 為什麼沒有容量 我有啊 我現在還在餵啊 那為什麼有什麼困擾呢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那個農民力有沒有 後面你知道有一些解毒 還需要忍辱呢 找不到可以來找我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他有些解毒 例如說什麼什麼 吃了有毒以後 要用忍辱來解 沒有忍辱了吧 忍辱才能負重嘛 對不對 請主題 請主題 請問補餵母乳的媽媽 每天消耗的熱量 大概跟什麼一樣 A 騎腳踏車一小時 B 游泳一小時 C 慢跑一小時 C 慢跑一小時 漂亮喔 奶會不會母奶會瘦 原來消耗這麼多熱量 平均嗎 3分55 我覺得我答案是B 請主題 這麼多好的東西在裡面 對啊 我想要那個書耶 這樣興致勃勃的 然後亂答 不是 因為我剛剛 糾結在哪裡 我分析給妳聽 其實我知道 味母奶就是1CC 其實就是一大卡 所以如果你擠了500CC 你就是消耗500大卡 可是有些人奶量多 有些奶量少 所以我剛剛在想說 那我到底要以什麼 來做標準 你知道嗎 誰擠得到500CC 人都虛脫了 對啊 我一餐大概擠200 那一天下也有500喔 對啊 我如果早晚各集一次 我600 強度 妳覺得它強度 就跟游泳差不多是吧 其實我剛剛也在想耶 因為游泳感覺是 不好猜 游泳感覺裡面是 這個裡面消耗最多的 但是因為 不是嗎 是嗎 認為她答對的舉手 不是 其實阿神也很尷尬 如果是騎山路呢 對啊 所以妳說這個很濃口 妳先不要跟我互動 不要生我的氣 認為她答對的舉手 兩位 漂亮喔 認為騎腳踏車的舉手 沒有啊 就妳一個 你看 認為慢跑的啊 林立委 我每天都在快走慢跑 所以一個小時 大概就是500卡左右 所以1CC的母乳 如果是1卡的話 那這樣大概換算成500卡 跟慢跑感覺還是差不多 那游泳呢 游泳感覺會更多 因為她會 對 她可能是會消耗 更多的一種 你知道因為有些媽媽的 一小時就有500卡 對啊 你如果慢跑 你有那個坡度的話 它有那個技術 還有技術器什麼 它會測你的 你到底消耗多少 我需要耶 對啊 這樣可以 跑一小時500卡 好啦 最起碼有兩個人計行 請揭 一萬元智慧新幣 那是什麼 正確答案就是 慢跑一小時 有很多剛受完寶寶的媽媽 就會很擔心自己瘦不下來 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有幾點 你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像是親胃母乳 其實寶寶是最好的吸止機 平均我們每一天 胃母乳的這個量 大概能夠讓媽媽消耗 500大卡的熱量 就相對於是 慢跑一小時這麼長 所以其實告訴大家 其實親胃的狀況之下 只要親胃十六天 大概就可以瘦下一公斤左右了 還有很多的媽媽 可能在坐月子的時候 就急著要減肥了 但事實上在坐月子的期間 是最不適合減肥的 除了會元氣大傷之外 也很可能會讓你的身體覺得說 我可能熱量都攝取不足 所以只要一有東西進來 我就要全部儲存起來 所以反而會容易變更胖 還有媽媽也不要晚上的時候 再起來親胃母乳 因為你只要睡眠時間不足的話 也容易會發胖 以及不要吃太鹹 如果你還是想要吃一些 味道進來的話 可以用一些辛香料 否則吃太鹹的話 媽媽也會容易水腫 看起來也是更胖的 空手是不是 又空手 一堆好東西拿不走 笑死人 第二個資格 來囉 請看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 哪兩個搞不好很多人都不知道咧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平原 可是會不會太難啊 還有歌喔 你們說不出什麼平原 但是有人只要敢說 佳南平原 我就打死他 答案幾個字 我一講完就阿牛 你所不達平原 好好講 講冷靜 講清楚什麼 迷所不... 迷所不達平原 答案是六個字 等一下 不要急 冷靜 六個字 六個字 你把平原兩個字拿掉 來 對不對 不含平原 這六個字是不含平原嘛 這六個字不含平原 你抽出六個字給我聽了 來 預備 計 三秒 兩秒 我不達佳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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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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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哥這學以自用 就趕快趕快 好有梗 算你狠 請進手 陳欣宇 我嗎 我要說請講 我嗎 我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答案 等一下 準備喔 聽好 就像她 朱欣宇好快耶 我以為是她 是我是不是 朱欣宇好快喔 來 請講 沒所不達佳南 沒所不達佳南 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謝謝 沒所不達佳南 第二位 請就位 朱欣宇同學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畢業 不得了 四分鐘答題時間 要準備開啟你的第三套題目 好 請公布 再次的量身打造出新的題目是 聽說你就是雙魚做的 對 愛的小湯圓 元宵結婚 孩子一塊兒戳湯圓 說故事分年齡 每天給孩子說床前故事 桌遊看個性 這個是跟老公 像目前的最近這幾年 就這兩年的興趣 日本幸運物每一年都會去日本玩 但今年還沒有 鯨魚腦圓鷹 生完孩子以後 聽說已經變成了幾很差的媽媽了 對 療癒肉咪 貓咪肉球是家裡養了三隻貓 對吧 對 老公的吉他 老公是音樂人 基本上很會彈吉他 對 從哪兒開始 雙魚座的爸媽 對 跟小孩的攻略開始 請出題 根據調查 請問欣姨姐所屬的 雙魚座父母 最常對孩子說哪句話 A 趕快去睡覺 B 不要一直玩手機 C 衣服多穿一點 我的答案是 趕快去睡覺 趕快去睡覺 請說你 雙魚這麼浪漫的 不會說C嗎 會 但是我覺得C有點陷阱 是每個媽媽都會講 不是有一句話叫做就是 有一種冷叫你媽覺得你冷 對 我老公都說我是那種媽媽 對 他就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C應該是 每一個媽媽都會講的 不要一直玩手機 是每個爸爸都會講 是每個爸爸都會講 對 感覺像是爸爸會講的 但是我覺得趕快去睡覺 有一點是 希望他能夠 另外一種層面 就是想要更多就是 你這樣子你的精神才會好 然後上課才能專心 才不會學習辣掉 抵抗力才會好 對 感覺是更多面向 趕快去睡覺 是雙魚座的爸爸媽媽 會講的話嗎 請介紹 剛剛三個選項 就是爸媽最常對小孩講的 前三名 不過第一句這個 趕快去睡覺是最多 雙魚座的父母親會說的 那麼摩羯座的爸媽 最常要小孩子 不要一直玩手機 而成哥所所的水瓶座 是最常叮嚀小朋友 衣服要多穿一點 而當中他們也發現 牡羊座的爸媽 最常會稱讚小朋友了 那他們比較常會說的話 就是你最棒了 來 第二題是這個 說故事 說故事分年齡 你這三個孩子不同年紀 你還根本用不同的方式 說床中故事 很累 而且現在進階到 不是只有睡前講的 平常白天沒事也要講 請出題 請問哪個年齡層可以開始 在說故事時引導孩子結合生活經驗 並教導情緒同理心 A 二到四歲 B 四到六歲 C 六歲以上 我的答案是 四到六歲 B 請鎖定 跟我想的一樣 那為他答對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葛誠益很慎重的想了半天 終於舉手 妳為什麼舉這麼慢 因為我剛剛是一直在想要 六歲以上還是四到六歲 但我又覺得 其實六歲以上好像就有點太大了 所以應該四到六歲差不多 四到六歲的生活經驗已經夠多了 對 而且沒有到很多 而且過了三歲他就有記憶了 他真的 聽說快得兩歲就有記憶了 孩子快得兩歲就有記憶了 所以四到六歲就我覺得最厲害 很合理 請介紹 大家幾乎有同感 差不多 差不多 恭喜 謝謝 我們比較正常地把它給好好補充下來 好的 幼兒生 大家要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跟小朋友一起看這種 親子共讀的繪本的時候 其實分年齡會有不同的做法 像是零到二歲的小朋友 這個時候你可以多用一些碟字 還有眼神的交流 或讓他指說 這上面的東西是什麼啊 所以可以先教他認一些東西 而到這個二到四歲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讓他了解 這個故事裡頭的情節是什麼啊 了解這個東西的關聯跟因果 那麼到四到六歲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理解東西越來越多了 這個時候呢 除了讓他理解故事之外 你可以加入一些人生的經驗 並且告訴他應該要對事物更有同理心 更有一些情緒的感受 要慢慢建立起來 那六歲以上的小朋友 這個時候要讓他們多發表自己的意見 除了看繪本之外呢 也可以讓他多說說話 也可以訓練他的口條跟他的思想 來 第三題 我覺得我選 療癒貓咪肉球 請出題 許多貓奴總愛吸貓咪腳底的肉球 請問肉球上有什麼味道 我的答案是 爆米花味 再鎖定 你真的吸過啊 每天拿起來聞啊 你可以聞別的嗎 可是他有一點 聞在幹嘛呢 聞那個是什麼感覺 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 我老公看我都很喜歡 聞貓咪的肉掌 他的肉掌就是像這邊的感覺 這樣子壓下來 然後有一點肥肥厚厚的 然後還有一點像是那種 有一點像焦糖的味道 就是玉米的那種 爆米花那種 玉米的那種焦糖的味道 但不是糖果那種甜 來C 請介紹 爆米花 好 很多貓母會吸貓 然後特別是聞它那個 小肉球的味道 那你覺得它越香其實要告訴你 上面充滿了細菌 因為你的貓咪他們都會走來走去 所以腳上面就會沾了很多的 微生物跟細菌 而且特別是這個時候 他們的這個肉球 又溫溫濕濕熱熱的 就是一個絕佳的細菌培養蜜 那上面有哪些菌呢 就是有假丹包菌 還有變形感菌 那這兩種菌 聞起來的味道 就像是玉米片或是爆米花 就是香香的 所以主人就很愛一直聞 可是其實你聞的都是細菌的味道 第四組 我選鯨魚腦好了 人會不會有鯨魚腦 我覺得睡眠是一個大的問題 對 來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A A 請鎖定 猜的 就是感覺 又來感覺了 如果血癢不夠的話 是不是 思考就會比較容易 血液是帶癢的 所以是不是思考會比較慢 還是怎麼樣 長期吃太油 會讓你記憶力衰退 這句話是第一次聽的舉手 主兄知道 有...覺得有可能是B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油阻止糖吸收的那個可能性 你認為B 阻止糖分吸收 有可能是B 大腦如果沒有吸收的糖分會變笨 會... 會啊 就是腦細胞需要糖分 細胞我本來就需要糖分 耳鼻猴跟著說 我原本是想說 因為血液中的脂肪太多了 油太多了 慢慢造成血管的阻塞 造成大腦的群氧之類 但是炒肉方式沒難想 對 請介紹 那個耳鼻猴 人家小心耳鼻猴 我們今天不公布你的診座 在什麼地方 正確答案就是 阻礙大腦吸收糖分 因為我們的腦細胞運作 其實是必須要有葡萄糖的 但是當我們摄入了太多的 這個高油脂的東西進去 裡頭的飽和脂肪酸 就會阻止我們的大腦 能夠形成代謝 然後吸收葡萄糖 所以因此其實要告訴大家 除了不要吃油炸的之外 還有高糖分的食物 以及精緻的澱粉 其實都是會造成我們的記憶力 第二輪的四個賽 請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草菅彌生 不是草菅人命 草菅彌生知道他是誰嗎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馬車 出來了吧 這樣子還沒有 朱欣怡 漂亮 朱欣怡 如果不是鴨蛋 不是鴨蛋是什麼 對嗎 南瓜 答對沒有 好 進行朱欣怡就是他 最後一個攻略賽就位 朱欣怡同學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畢業 好 看看你的第五套題目 請公布 好 不得了的朱欣怡 厲害了 第五套題目是 唐詩三百首 目前生了兩男一女 會陪孩子背唐詩 鬼滅大時代 聽說兒子很迷 鬼滅之刃 對 異面形容詞 會陪小兒讀報 特別是義大利面的專題 對 其實還滿多專題 但我剛好就有分享到這一集 多好的一個孩子 愛玉親戚 他陪孩子暑假呢 做愛玉 手做愛玉 你聽說他做愛玉很好玩 那是脫喜的過程 走路減肥法 他為了拍戲減肥 他身體也是不胖不胖 滿厲害的 炒肉不沾鍋 他喜歡烹飪 所以他剛才 剛才那個答錯 其實滿奇妙的 滿奇妙的 燥熱吃什麼 喜歡養生的知識 三下至久日俱迷 你就喜歡 就追他的事 對 我喜歡花美男 從哪邊開始 走路減肥好了 每一年都在接觸減肥 應該可以 比較好上手 會再瘦回去以前的人 大希望 可是你知道 生了三個很難 你也沒有下一胎的壓力 可以專心做這些事情 我怕我再生怎麼辦 那就生房 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上手 走路減肥 慶祝題 請問哪一種走路方法 有助於 堅實大腿 同時強化上半身的力量 A 甩手大步走 D 進走減肥法 C 走路呼吸減肥法 我的答案是 A 甩手大步走 請捨立 甩手大步走 這樣子 可以強化上半身的力量 為什麼不是B 我剛剛以為是進走 因為進走要 是這樣子 然後下面要用力 而且要Hold住 然後你的腳幾乎沒有彎 對 可是你看他說的是 強化上半身力量 所以你上半身要動到的話 是手要甩比較有幫助 我跟你講其實我以前 就這樣走 真的 真的我以前 其實上學的時候這樣走 就這樣走 就這樣走 但是要快一點 還要快一點 要快一點 進走的速度 甩手大步走 進走是B 但是要快一點 你要快一點的甩手 走 妳 妳有這樣走過嗎 我以前學生時期就是這樣走 所以其實我的手臂 非常非常細 妳的手臂很細 我的手臂很細 但是我現在已經 我有看錯嗎 不可能 我手臂很細 但是我以前是一隻手 可以這樣圈起來的 這麼細 真的很細 但是後來 不知道 我想的 你明白 不想的 我還以為靜走 比較會撐在那邊 我也以為靜走 可是妳上半身就沒有什麼動到 妳這樣小幅度的動 跟大幅度的擺動 還是大幅度比較有運動到的感覺 妳有沒有發現 妳這樣走很 走一陣子 妳手就會全身都 血液循環熱了起來 其實我前一陣子 瘦身的時候 也有這樣大步的這樣 的確 連著蝴蝶袖 都會變得比較結實一點 那是真的 對 有它幫忙 我就覺得可信主有提高了一點 崔佩儀以前 我的天啊 你知道 長得跟親家母一樣 你看她現在就很漂亮 很漂亮 來 請揭曉 算就對了 還應該是 OK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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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走路是很好的 減肥方式 但是不同的走路方法 是受不同的地方 像是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這個進走 它在進走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是這樣 全身都有扭動到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全身的線條雕塑 不會特別著重在某一個部位 那麼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走路呼吸法 在呼吸的時候 我們會不停的收縮小腹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 最能夠幫助你平坦小腹的走路方法 而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這種白手大步走 在你白手的時候 可以加上你上半身的肌肉線條 同時大步走 是你的大腿 這個外側或是內側都會拉緊 所以其實是最能夠 雕塑臀部曲線 還有大腿曲線 第二題 炒肉不沾鍋好了 炒肉不沾鍋會出什麼題 來 請問教練哪一種通認技法 適合用來炒煮肉類 並且能夠讓鍋子 達到物理性的不沾效果 A 冷鍋冷油 B 熱鍋冷油 C 冷鍋熱油 我的答案是 B 熱鍋冷油 請準備 物理性的不沾效果 熱鍋冷油 為什麼 我記得之前就是 師傅都會講說 你鍋子一定要熱 下去不管是煎魚或煎什麼 才不會沾 所以我這樣想 應該不會是冷鍋熱油 因為你冷鍋 你油哪來熱油 就到熱油進去 就是 不可能 通常都是你 你不太會是先 準備好熱油進去 對 比較少冷鍋熱油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想應該是熱鍋 鍋子熱了以後 油加下去 它就是表面會有一點像是那種 就是塗層的概念 就比較不會沾 然後滿多炒菜跟煎魚肉 都是這樣子 請請教 好 雖然我不會做菜 但是我也是說了一口好菜 要先告訴大家 冷鍋熱油就是油炸的做法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 這個你要用油炸 一開始鍋子就是熱的話 它就會起很大的油煙 所以這個時候冷鍋熱油 才能夠把食物做得比較好的 那冷鍋冷油 通常就是要看你的廚具了 如果你用的是鑄鐵鍋 或者是不沾鍋 它其實是比較不適合空燒 所以其實你就一般的 在冷鍋的狀態下放冷油進去 直接來做烹調 才比較不容易傷害鍋具 那熱鍋冷油 其實就是因為你先熱鍋 然後倒一層油進去 然後讓那些油 可以先吸附到鍋子上面以後 再把這個油倒出來 接下來再倒重新冷的油進去 這樣的做法 可以讓第一層進去的油 因為熱脹冷縮 先產生一個隔離的效果 所以就會比較有 不沾鍋的功效出現了 很好喔 來 又三級了 我選那個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鬼滅 所以我就會選鬼滅 你兒子喜歡鬼滅 你就要選鬼滅 對啊 我昨天還要問他說 你知道剛剛有人喜歡鋼鐵人 選鋼鐵人嗎 我昨天有問他 我說如果媽媽答錯 你會不會覺得怎麼樣 他說那你答的時候可以帶我去 可是你要上課耶 然後他說那沒辦法 房屍做愛玉 義大利麵 這都是你喜歡 你確定要鬼滅 我再確定一次 愛玉 好 愛玉好了啦 愛玉親戚 請 愛玉是台灣特有種植物 請問愛玉和哪一種 常見露術有親戚關係 A木棉 B大王椰子 C榕樹 我的答案是 A木棉 木棉 請說例 我不太那麼的懂 只是我沒有 我也不懂啊 你為什麼要我選這個 第一個被我槓掉 就是榕樹 不知道可以嗎 我知道愛玉是台灣特有種植物 但是 因為榕樹有很多氣虛嘛 對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愛玉 它那個植物很像是洗出來的 對不對 愛玉籍啊 對 看起來有那個籍的 很像只有木棉 可是形狀跟大王椰子有點像 你為什麼要左右我 我剛剛選鬼滅不就可以 我就容許 怎麼了 沒事 鬼滅也不可以搭 有人喜歡鋼鐵人 也不見得會過啊 也對 不是喜歡的不是你喜歡的 也對啦 算了 沒關係 比賽都是有運氣的成分 也對 相信我 你會過的 好 開... 請揭曉 那... 可是... 可是... 沒關係 我們就當長知識 我們總得聽到答案 還是要知道嘛 愛玉 你不是可以去做愛玉嗎 對啊 可是你愛玉跟誰是性侵 你哪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王椰子可以搓 還是榕樹可以搓 正確答案 今天是榕樹 好 大家都知道 愛玉是台灣特有種 所以在全世界只有台灣有愛玉 而且它非常的特別 它的果實呢 長得很像土芒果 就是一顆綠綠的 但是外表上面 又有白色的斑點 看起來滿漂亮的 不過它跟榕樹 最大的相同之處 就是兩者都是引花果 就像我們的花 它呢 是長在果實的內部 而愛玉呢 也就是用這樣子搓洗的方式 才能夠呢 產生我們看到的 那種像果凍一樣的凝膠